本节目由Vescovina奥迪赞助播出 Vescovina奥迪车款齐全服务周到 期待您的光临 众议长选举遭遇160年服役危机 1月6日国会事件两周年 炸弹风暴持续影响加州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1月6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赵璐 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进入第四天 已经刷新了160年来的议长选举投票记录 而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始终无法获得党内的少数反对派的支持 也让这一尴尬记录继续延续 虽然此前他几次对媒体表示 已经和部分保守派共和党议员达成了一致 但选票数始终无法满足当选议长所需的218票 众议院目前已经宣布 今晚10点之前休会 联邦众议院6日举行了第13轮议长选举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获得了214票 成功争取到了15位共和党议员的转向支持 让共和党士气大振 这是118届议长选举以来掌握微弱多数席次的共和党 首次这么接近议长当选的门槛 但依然不够 2023年的议长难缠已经打破了160年以来的记录 共和党内以极右翼为首的自由党团 在前11轮投票中有20人坚定的反对麦卡锡 将手中的选票投给其他共和党议员 从而使麦卡锡在内无人获得过半支持 麦卡锡仍然持续在与反对派协商交换他们的支持 并在今天宣布休会以后表示自己会赢得这次选举 政治专家指出 众议院这场百年一见的闹剧不是出自于政策上的重大分歧 相反的是想要问鼎议长保存的麦卡锡 及其对手在主要政策议题的立场上保持了一致 像是要调查总统拜登之子 以及剥夺国税局击查富人逃税漏税所需的资源等等 而麦卡锡纵使百般委屈求全 可投票扔一轮接一轮的没完 然而众议院自由党团大多数成员还是支持麦卡锡出任议长 持反对立场者则说为了选民而抗争 要求改变意识程序 好让国会议员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而不是只能在最终决议投票赞成或反对 反对麦卡锡的共和党众议员表示 希望争取更多的修改法案的机会 要求延长法案办理的时间对日后罢绰议长时 则希望恢复任何议员都能强行交付表决的权利 以便成立责任究责制度 截至到目前 麦卡锡阵营仍然在持续和党内的顽固派进行协商 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天晚上赢得选举 结束众议院长达四天的冗长表决和议事停摆 麦卡锡可以争取更多议员倒戈的支持 或者使反对议员投出票席来技术性降低当选的门槛 距离1月6日国会大厦动乱世界已经过去了两年 今天拜登总统在白宫的一次演讲中 感谢了当天的执法官员和选举官员 称是他们的努力促成了权力的和平移交 不过他也再次抨击川普 指责是他的谎言导致了一切的发生 2021年1月6日 由于川普的拥躬们不服总统大选的结果 他们聚集在一起向国会大厦发动了袭击 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暴乱活动 距今已经过了两年 拜登总统也在今天前往了白宫 将这一天称之为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他在讲话中感谢了当天 努力维持秩序的执法官员 拜登还向十几个人颁发了总统公民勋章 其中包括了保卫国会大厦时受伤的官员 和一名在袭击中丧身的国会警察 这十几位获奖者也都各自分享了 他们在当天遭遇的故事 这位国会警察名叫尤金·古德曼 他在当天以自己为诱饵 引诱暴徒离开正在疏散的立法者 前华盛顿特区警官迈克尔·芬诺 则遭受到了暴徒残忍的攻击 国会警察卡罗林·艾德华兹 在拥挤的人潮中一度失去意识 在恢复清醒之后跑回了前线 用自己的身体阻挡了暴乱的人群 而一位英雄获得了追寿的勋章 国会警察布莱恩·斯蒂克 在他应对叛乱的第二天就重伤去世 拜登还表彰了选举的工作人员 感谢他们拒绝了前总统川普及其支持者的要求 维持住了2020年大选的结果 乔治亚州福尔顿县的选举工作人员 莎耶莫斯和卢比·弗里曼母女提供了他们的证词 讲述了川普及其支持者是如何公开贬低和骚扰他们的经过 拜登认为暴乱已经过去 国家也已经转回为安 他承认自己永远不会得到那些极右翼的支持 但他认为这些群体在共和党内显然是少数 不过无论美国的民主在未来如何发展 1月6日的国会事件注定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重要的一笔 几场不同的风暴 本周对加州造成的打击还在持续 南北加州面临着不同的气候灾害 南加州的洪水和狂风导致超过1万7000户居民断电 而在北加州 强降雪造成了多条高速公路上发生不同程度的交通事故 州政府再次强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要求部分地区尽快疏散居民 以免造成更大人员和经济损失 新年的第一周 加州持续的太平洋强暴风雨天气 正在对当地民众造成生活的困扰 州长纽森已经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部分高速路和城市街道遭遇洪水 同时一些地区的遭遇的强风 先前发生野火的地方容易发生碎石崩落 引发居民对人身安全的担忧 预计本周末前南加大部分地区将出现短暂的晴天 根据国家气象局表示 所谓的炸弹气旋封面 一夜间占据了南加大部分地区 气象预报员说风暴移动的速度超过预期 所以降雨量也未有先前预期的多 不过虽然降雨量未达预期 仍是导致部分地区发生洪水 给出行的上班族造成了相当的困扰 在斯帕尔瓦多 因暴雨发生的洪水迫使多条道路关闭 盛费南多谷的交通也受影响 710号公路北向线在阿提加大道 段因为洪水暂时交通限制 有报告称发生洪水路面积水 深达三次四英尺 位于太阳谷的5号公路部分路段 也有洪水发生 导致部分线路关闭 根据目前的报告 已经有6人在这场风暴中遇难 另外沿海地区的部分城市也发出了警告 由于风暴带来的巨浪将持续到周末 气象专家警告部分地区会有激流和巨浪 高度或可达12英尺 要谨慎出海和冲浪 而在北加州的萨克拉门托 强降雪导致多条高速公路被关闭 报告给交通部门因降雪造成的交通事故不断发生 据悉山地降雪多集中在海拔7000英尺 到了午后或晚间会降至5500尺 较高海拔地区的降雪量可能达到1到2英尺 6000英尺以上的降雪量会达到3到6英尺 预计到下周 降雪还会在北加部分地区持续 国家气象局指出 加州此次遭遇的极端气候 是由于强烈的低压构成的炸弹气旋 和从海洋吸饱水汽的大河气流 产生共办效应所造成的 预计影响还会持续 同时民众也要提高警惕 不能掉以轻心 今天是东正教的平安夜 为了纪念这个节日 克里姆林宫已经指示 其前线部队停火36小时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 没有必要 直言俄军只是为了给前线提供补给 并重新集结部队而做的掩护 俄罗斯总统普廷在昨天表示 为了纪念东正教的平安夜 已经指示前线的俄军停火36个小时 并且说这项建议来自俄罗斯 东正教的负责人 不过乌克兰方面 则对普廷的停火协议冷嘲热讽 该国的外交部长说 不应该认真对待这次停火 总统泽连斯基也称 俄罗斯正试图利用东正教圣诞节 作为掩护 为前线提供补给并重新集结部队 此次的停火协议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军队不会还击 或允许乌克兰军队自由行动 乌克兰方面表示 克拉马托斯克和赫尔松都在今天遭到了俄罗斯的炮击 赫尔松市长表示至少有四次爆炸发生 一座私人住宅被轰炸后燃烧 因此俄罗斯尽管单方面宣布停火36小时 但至少对于乌克兰人来说 今年的圣诞节前线将会一切如常 基辅的军人们前往教堂 在神职人员的领导下吟唱着圣歌 总统泽连斯基也在当晚发表了电视讲话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强调 乌克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团结在一起 互相支持并肩作战 保护彼此的土地、文化、传统和信仰 此外今天泽连斯基还会见了两位美国的参议员 分别是来自罗德岛的参议院武装事务主席杰克里德 和来自缅因州的委员会成员安格斯金 两人抵达基辅展开了访问 泽连斯基感谢了乌克兰从美国国会 拜登总统和美国人民那里得到的支持 他高度赞扬了国会在去年年底批准的 450亿美元援助计划 泽连斯基也在会议上再次表示 乌克兰仍然需要美国的帮助 特别是迫切需要恢复其能源系统 安格斯金则透露 派往乌克兰的爱国者防御导弹系统的训练 将会很快开始 但训练的时间将会完全保密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中国国家卫健委今天推出了第十版诊疗方案 内容除将COVID-19从新冠肺炎改为新冠感染 并将抗原检测阳性也列为诊断标准 不再判定疑似病例 且不再集中隔离收治病患 不过外界也担心 随着春运的到来 感染潮会朝着农村地区迅速扩散 今天中国再次放宽了新冠的医疗措施 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方案 试行第十版 重新修订了多项重点内容 将快速抗原检测成阳性的患者 视为确诊病例 允许阳性病人在家里接受治疗 不再需要集中隔离或收治患者 新的方案中还将疾病名称 由原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官方还对临床分类进行了调整 主要根据感染者的病情严重程度 分为轻型、中型、重型和微重型 此外当患者病情明显发生好转 生命迹象平稳 体温正常超过24个小时 肺部影像学显示 急性溢出性病变明显改善 就可以转为口服药物治疗 没有需要进一步处理并发症等情况时 可以考虑出院 第十版方案中 还将中国已经批准上市的 抗病毒治疗药物 纳入新版的诊疗方案 将生命体征检测 特别是近期和活动后的 止步血氧饱和度等检测指标 加入重症早期预警指标 虽然官方没有宣布这些措施 会在何时正式实施 不过本周末1月8日 中国就将彻底取消 对国际入境人员的检疫需求 但越来越多的国家 也都开始要求中国的游客 提供检测报告 今天希腊方面也要求 来自中国的旅客 进行强制性的检测 声明说 所有从中国直飞的旅客 都需要出示 出发前48小时内的 阴性抗原或PCR检测结果 希腊当局还加强了 对入境旅客的早期检验 此外 该国的卫生机构 还建议来自中国的乘客 在航班上 佩戴高防护的N95 KN95 以及FFP2口罩 所有的旅客 无论最终目的地为何 在机场内的工作人员 和航空公司员工 都必须在希腊的机场内 佩戴口罩 英国哈利王子定于10日出版的个人回忆录 Spear 备胎 在5日因西班牙书店提前发售而曝光 内容提及哈利曾与哥哥威廉发生肢体冲突 以及在阿富汗歼灭25名敌军等 英国天空新闻在取得实体书后 发布了几个书中的重要内容 包括哈利年轻时的经历 根据天空新闻的报道 哈利在书中承认 在年少轻狂时也吸食过大麻 还叙述了在伊顿工学读书 和温莎城堡抽大麻和喝酒的经历 曾从军10年的哈利王子 还在书中披露 在阿富汗担任阿帕契 攻击直升机飞行员期间 击杀了25名敌方战斗人员 并形容敌军是棋盘中的棋子 英国卫报在5号上午率先报道 哈利王子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 与包兄威廉因为梅根发生的肢体冲突 哈利称威廉王子是 挚爱的兄弟和宿敌 并声称他被威廉打倒在地后 留下擦伤和瘀伤 在危机公关专家表示 全球多家媒体报道此事 将他视为一场公开的现场肥皂剧 公众对名人的生活都着迷 但根据余关本周进行的民调 有多达65%的受访者 称对这本书完全没有兴趣 而且同情威廉王子与妻子凯特的人 更多于同情哈利与梅根 代表王储威廉以及国王查尔斯的 肯星顿公和白金汉公 均未对哈利王子新书中的内容置评 哈利的回忆录将于10日全球同步上市 以英语和15种语言发行 根据美国科学期刊一份最新研究 由于气候变迁 地球上一半的冰川将在本世纪末之前消失 但如果能限制全球暖化 其余冰川可以避免融化的危机 这项研究是根据全球平均温度 分别上升摄氏1.5度、2度、3度和4度 对冰川的冲击而进行分析 研究人员表示 每增加摄氏1度都会让冰川融化更多 并且造成更多损失 即使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比工业化前水平高摄氏1.5度 到了2100年 全球冰川仍有49%会消失 根据目前的情况估计 全球平均温度将会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摄氏2.7度 极可能导致欧洲中部、加拿大西部、美国大陆和纽西兰的冰川几乎完全消失 研究人员也指出 无论温室气体在哪里排放 欧洲阿尔卑斯山区、高加索地区、安地斯山脉 以及美国西部等冰量相对较少的地区 到了本世纪末 所有的冰川都会面临融化的危机 另外,冰川消失也将对水资源产生冲击 因为全球大约20亿人口的淡水供应来自冰川 研究的作者强调 有必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以限制冰川融化造成海平面上升和水资源枯竭等 科学期干对世界21万5千条冰川的前景提供了迄今最全面的观察 经过几十年来对每条冰川质量的观察和电脑模拟计算来做出预测 虽然结果令人担忧 但仍有可能透过人类采取行动来减少冰河损失 休息过后来看地方新闻 近日位于加州贝克斯菲尔德的一个商家门前的监控 拍下了戏剧性的一幕 两名蒙面男子用类似汽油的燃料 泼洒商家的建筑后点火 其中一名嫌犯在点火时不慎将自己烧伤 目前两名案犯还没有被抓获 警方呼吁民众提供有效线索 而商家的负责人则表示 这起事件让他很沮丧和担忧 监控拍下了令人唐木结舌的画面 视频中两个都穿着深色衣服的人把似乎是汽油的东西倒到地上 并倒在建筑物的另一侧 当天午夜过后 科恩县消防部门接到电话 他们最初以为是奈尔斯街和普拉瓦街一家小企业外发生了火灾 在浇上更多的汽油喷洒在摄像机上之后 其中一名前一人点燃了火焰 然后将建筑物点燃 但随后他不小心将自己也点燃了 这看起来就像电影中的一个场景 他们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掉头就跑 相反 人们看到他们在起火的时候逃跑 警方表示 当他们看到这段录像时 他们对起火的原因感到震惊 根据消防部门的介绍 这场由纵火引发的火灾 在大约10分钟内就被扑灭了 据悉当时烟雾已经进入了建筑内部 但消防员们将火焰控制在了车库区域 但不幸的是损失已经造成了 后面的视频显示了火灾中的损失 包括一个工业风扇被烧毁 和一个环形安全摄像头被融化 随后商家的负责人表示 他很受打击 不知道如何从这样的事情中继续运营下去 该企业的服务之一是为客户报税 而随着报税积极的临近 业务的未来是不确定的 当他得知有人想毁掉他经营三年的生意时 他表示很沮丧 至于嫌疑人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伤势如何 警方也希望公众能够帮助识别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进入冬季以来 位于加州北部的太浩湖地区 已经发生了多起 有野生棕熊潜入居民家中的地下室 或者其他室内空间的事件 专家表示 这是熊在选择冬眠的场所 而人类的家中相比野外更加暖和 如果留下一个爬行的入口 很容易让这些动物误认为是良好的冬眠场所 由此引发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已经发生 当局警告人们 提高警惕 看好自己的房子 这个大家伙在被驱逐之后 疯狂地冲了出去 像这种笨重的家伙 在他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开放的地下空间 冬眠之后也被赶走了 但他破坏了价值数千美元的煤气管道和水管 并沿途撕开了很多材料 安布兰特是黑熊联盟的执行董事 他描绘了困扰太浩湖的麻烦 就在上个礼拜 布兰特说冬眠空间的危机也劫持了熊冬眠的过程 一个季节性的装置 在确保家庭安全方面 可能要安装一些阻断措施或者上锁 那些阻断措施必须是你前面的门 休息过后 让我们来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早盘一起上扬 倒置早盘翻升了近400点 随后收敛到200点 主要受到劳工部今天公布的最新就业数据的带动 上个月非农就业人数略高于市场的预期 同时薪资的增幅不如预期 显示联储局升息打压通膨的行动正在取得进展 投资人预估联储局未来小幅升息的几率升高 缓解市场的担忧 来到五段 道指辗转扩大涨势上扬了500点 尾段更是继续上涨了700点 三大指数的涨幅均超过了2% 苹果股价反弹 特斯拉也由急措转为造好 在今天收盘时 道琼斯指数大涨了699点 收爆33629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64点 收爆10569点 标怀指数则是上涨了86点 最后收爆3895点 经济数据方面 劳工部今天公布 全美去年12月非农就业新增职位有22.3万个 多过市场预期的20万个 但是少过11月份的25.6万个 增幅是两年来的最少 但是仍然好过市场的预期 反映全美经济保持健康 意味着美联储可以进一步加息 以抑制通胀 按照行业来划分 休闲和酒店业增长了67000个岗位 其次是医疗保健55000个 建筑业28000个 社会援助2万个 失业率回落至3.5% 较11月微跌了0.1个百分点 低过预期的3.7% 劳动参与率小幅上升至62.3% 但是仍然比疫情前的水平低了1个百分点 薪资方面 12月的平均时薪上涨了0.3% 略低于预期的0.4% 同比上涨了4.6% 同样低于预期的5% 表明通胀压力可能正在减弱 每周平均工时为34.3个小时 略少过预期的34.4个小时 美国去年11月 耐用品订单修正之后 为按月下降2.1% 与前值相同 期内扣除国防的耐用品订单 修正之后按月下降2.7% 前值为下降2.6% 扣除运输的耐用品订单 修正之后按月增长了0.1% 前值为增长0.2% 扣除飞机的非国防资本订单 修正之后按月增长了0.1% 前值为增长0.2% 11月份工厂订单减少了1.8% 预期为减少0.8% 扣除运输的工厂订单 按月下降了0.8% 各股方面的消息 继12月全面运营崩溃 导致大批航班取消之后 西南航空公司预计 第四季度将出现赤字 公司预测 取消航班将对第四季度 产生7.25到8.25亿元的负面影响 这包括4到4.25亿元的收入损失 西南航空没有透露 目前供支付给受影响的旅客 多少费用 或者是处理了多少退款 但是宣布将向受到影响的旅客 发放25万个旅行积分 与2018年同期相比 2019年第四季度的航班数量 减少了约6% 比预期低了约4个百分点 受到大盘整体上升的带动 公司的股价在今天收盘时 上涨了4.6% 收报每股35元 旧金山最大的私营雇主Salesforce 将裁员约十分之一 涉及7000多名员工 这可谓是2023年对科技行业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周三Salesforce的首席执行官马克 在致员工的一封信中宣布了裁员的消息 被裁撤的员工将获得至少近5个月的工资 医疗保险 职业资源和其他的福利 在此次大规模裁员之前 公司的几位核心高管已经相继离职 过去一年 科技大厂纷纷裁员 旧金山湾区252家科技公司中 有超过4.7万人失去了工作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收报每股140.4元 上涨了2.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1月6号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璐 在新闻最后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